有的人说,台长我还很年轻,我可以现在不学佛,将来我再来学。 记住了,人生无常,当你查出癌症的时候,你就没有机会,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补救你学佛。 所以人生的起点,那就像一个小孩子出生一样,叫有口难言。 小孩子一出生,就不会说话,一般投到人间的只有两个目的,不是报恩,就是报仇。 所以对于讨债的孩子,不管你有再多的钱,孩子会替你用光。 你再有名,孩子也会给你败坏。 所以人的一生好坏,其实就是一句话,是你把自己搞成这样的。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,重什么因,你就会得什么果。 佛法讲,万物为新造,所以用善心种下每一颗果实,一定会得到善果和善报。